过去啊跑江湖的 分这么几种行当 他们分啊 这金皮彩卦 平团调柳 这金买卖啊 就是相面算卦 皮呢 就是卖野药膏药的 彩啊 就是这个杂技变戏法的 卦呢 是这个保镖啊 练武术 卖武艺的 这个平呢 就是平书 团呢 就是说相上的 就郭德纲那行 调呢 就是小李 哎 就是小偷 柳啊 一般呢 就指的是唱鼓曲的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闲聊天 今天啊 咱们继续聊清代后宫故事 这个乾隆年间 这玉灵的故事 今天啊 咱们这个玉灵葬位之谜啊 这个袜丹 可该抖开了 哎 自打那天啊 咱们聊到这的时候 就有好朋友问我 说这个袜丹是什么呀 咱们这个闲聊天的书场呢 它聊的呀 不是历史 而是历史故事 所以说呀 咱们是寄讲故事啊 它也聊民俗 这袜丹是什么呢 您可以理解为啊 它是盖在东西上的布 后来这跑江湖的采买卖啊 就把它手里遮挡您实现的这块布 称之为袜丹 这变系法的 这袜丹一抖啊 然后就会变出玩意儿来了 这或者是个火盆啊 或者是个金鱼啊 有的时候啊 还能变出一头羊来 不过这个袜丹啊 抖的时间越长 它变出的物件就越大 这个戏法啊 它就越精彩 咱们前边所说的一切呀 都是为了解开这个玉灵丧位之谜 最后这个抖出了这个大戏法 所做的铺垫 哎 不用您问啊 我直接告诉您 这采买卖是什么呀 这采买卖啊 就是相面算卦 皮呢 就是卖野药膏药的 彩啊 就是这个杂技变系法的 卦呢 是这个保镖啊 练武术 卖武艺的 这个平呢 就是平书 短呢 就是说相上的 就锅德纲那行 钓呢 就是小李 哎 就是小偷 柳啊 一般呢 就指的是唱鼓曲的 人家那个唱戏的 不在这个柳行里啊 这个江湖上的事啊 您要是想听啊 以后咱们单开书 今儿啊 咱们还是接着聊 这个后宫故事 闲言撇过呀 咱们聊玉陵 这玉陵的地宫啊 现在对外开放 它位置在哪啊 它在这个河北省 尊化马兰玉镇的 圣水渝 哎 这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 说这门头沟 也有个圣水渝 是不是啊 哎 这图名啊 它不是一地儿 您不信 您上这个地图上搜去 您搜这个张子中路 它全国呀 有好协调呢 不是 现在啊 这圣水渝皇陵啊 玉陵啊 对外开放 哎 所以说啊 只要您买票 谁都能下这个地宫当中啊 去看看这乾隆皇帝的 万年奉安之地 您进到这地宫最里边的金楦里啊 您就能看见啊 这金楦整个呢 它有一个N字形的棺床 它沿着这个东墙啊 到北墙 然后再到西墙 这棺床啊 虽然是连着的 但是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那就是正面靠北的主棺床 然后呢 就是东侧上水守和西侧下水守 这三段棺床上啊 一共有七个藏位 也就说正面 也就是北面啊 它有五个藏位 然后啊 就是东侧和西侧各有一个藏位 我们现在啊 去到地宫当中 一眼就能看得明了 哎 这地宫当中的棺床上啊 只有六具棺国 有一个藏位啊 是空着的 那这里边藏的六个人 他都是谁呢 首先呢 当然是高宗乾隆皇帝了 就是正面北侧呀 这个居中位置上的 那就是乾隆皇帝 在他的上首侧呀 是孝贤皇后 也就是这乾隆皇帝的元后 傅察氏 咱们要是讲这个藏位呀 那必然是得呀 从尊到卑 最尊的是乾隆皇帝 然后呢 上首位就是这个孝贤皇后 咱们再说说呀 这第二位 中国古人的位次排序呀 是这样的 他不是呢 在上首位的第二位 就是位次的第三 他的主次啊 是按照离着主位的远近来排的 之后再按照尊卑呀 排在上首下首 这第三个藏位呀 就是挨着乾隆下首位置上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西边 这儿藏的是谁呀 这儿藏的呀 是孝姨皇后 那么这孝姨皇后是谁呢 孝姨皇后啊 就是嘉庆皇帝的生母 在生前的时候 他可不是皇后 死后也没被追封 是等到啊 这嘉庆皇帝登基以后 才被追封为了皇后 他原来活着的时候啊 卫号是皇贵妃 死了以后呢 这世号啊 是另一皇贵妃 作为这个四皇帝的亲额呢 所以说呢 就被安排到了这个乾隆皇帝的身边 当然了 他的身份呢 并没有这个复查室 也就是元后尊贵 所以呢 他只能在下手的位置上 那么再往下来呀 就是这地宫里的四号人物了 也就是啊 北侧官床上最东边的一位 在这儿奉安着谁呢 这儿啊 奉安的这位娘娘啊 是慧贤皇贵妃 高家氏 这高家氏娘娘啊 是这乾隆皇帝的前女旧人 哎 当然了 在这座金絮以下呀 奉安的乾隆皇帝的两后三妃 除了这个孝姨皇后之外呀 剩下的都是乾隆皇帝的前女旧人 看来呀 这老皇帝呀 也并不扎 还是比较练旧的 这慧贤皇贵妃的身份高啊 他体现在哪呢 这慧贤皇贵妃呢 在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 就被侧为了贵妃 在当年呀 在后宫的位分上啊 只比这个孝贤皇后差 像什么后来的 季后那拉氏啊 纯惠皇贵妃啊 淑加皇贵妃啊 在当时啊 位分都在高家市之下 那这高家市怎么就这么受待见呢 因为他爹高宾呢 是个治水能臣 雍正晚年啊 和这个乾隆初年 这大清国南北水患呢 基本上都是这高宾治理的 接下来要闪亮登场的呀 就是北侧官床最西边的这位娘娘 这位娘娘是谁啊 这位娘娘是哲敏皇贵妃 这哲敏皇贵妃呀 是复查室 有很多这个故事画本 以及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啊 为了让这个故事更精彩 矛盾更深刻些呀 他们就直接说 哲敏皇贵妃呀 和这个孝贤皇后 是祖姐祖妹的关系 实际上呢 这两位娘娘的关系啊 没差多远 差六生多远 因为呀 这哲敏皇贵妃呀 是嘎哈里复查室 这孝贤皇后呢 是杀季复查室 这家族呢 都不出在一个地儿 所以说啊 这两个人没有关系 唯一的关系啊 就是同事一夫 他们的爷们呢 都是当年在 前邸的宝亲王弘历 折命皇贵妃呢 是乾隆皇帝的 前邸侍妾 他的一生当中 最大的闪光点呀 就是他生了 乾隆皇帝的长子 爱勋觉罗 永皇 可是啊 很不幸 在雍正十三年的 七月初三 这位呀 给乾隆皇帝 第一位 诞下皇子的侍妾格格 轰逝了 两个月以后 他爷们乾隆啊 在紫禁城登基座殿 成了皇帝 这折命皇贵妃呀 如果要等到这会儿 怎么着 也会被册封为妃位 要不然是说啊 这乾隆皇帝 他是个念旧的人 哎 就在乾隆元年的 九月份的时候 他把这个已经轰逝了的 金官啊 赞安在东智门外 六股道并锁的 傅查室 追封为了 折飞 乾隆十年的 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皇帝呀 又以这个傅查室 升于皇长子 永皇 有功为由 追尽为 折敏 皇贵妃 如果呀 咱们要是按照 尊卑位分来讲啊 应该呀 说这个东侧 垂首位置上 这个官床葬位了 哎 就奇就奇怪了 这个位置上啊 他没有人 不但如此啊 这个位置 既没有临时 停放过这个 娘娘的子宫 也没停放过这 贵妃的金官 这有人呢 就推测了 他说呀 当年这个 孝仪皇后 入葬御灵的时候啊 她的位分 还是令仪皇贵妃 所以说这皇家呢 就有可能 把她暂安在这 东侧 上 垂首的位置上 至于后来啊 她被奉安到 乾隆皇帝身边 那是 这嘉庆皇帝 登基以后的事了 可是 这种历史问题啊 她最禁不住的 就是考古学 经研究人员发现啊 这座官床上啊 并没有 插龙山石的枣孔 所以说就 单凭这一点啊 就可以推断出 这座官床上 从来没停过 任何皇后的子宫 或者是 皇贵妃的金官 那么这到底 是怎么个情况啊 咱们一会儿再交代 咱们先得呀 把这个 西边垂首位置上 奉安的这位娘娘啊 交代清楚了 这位娘娘是谁啊 这位娘娘啊 是书家皇贵妃金氏 这金氏啊 她有朝鲜血统 但是她跟朝鲜啊 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啊 这皇太极的时候 这金氏一门呢 就已经投靠了大清朝 并且呢 被编入了八旗 他进宫啊 到这个宝秦王身边啊 身份呢 是正经的奇人 是这八旗里边的高领 有一说呀 说这个金氏一门呢 不太老实 他们给这个朝鲜使臣呢 透露了很多朝廷的秘密 并且呢暗中啊 还帮助过朝鲜使团 听着啊 总有点被策反的 卧底间谍的意思 哎 这些内容啊 不归咱们这段书聊 等到咱们讲这个 清代二臣的时候啊 咱们挨个儿八尺 这书家皇贵妃啊 之所以能够奉安到 这个御灵帝宫当中 那完全是因为 也是前邸救人 这乾隆皇帝 对他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再者呢 这书家皇贵妃子嗣樊胜 广儿子呀 就给乾隆皇帝生了四王 虽然呢 这黄九子踊跃的早邀了 其他的三个儿子呀 最起码有两个 这皇上老爷子还不待见 但是啊 也没影响他 与这乾隆皇帝 生则同勤 死则同穴 最后啊 还是被奉安到了 这个御灵帝宫当中 虽然啊 他的藏位 是这御灵帝宫当中 最末的位次 那也是啊 这天大的殊荣 这座帝宫啊 第一批入住者 是这个孝贤皇后 哲敏皇贵妃 和这个慧贤皇贵妃 哎 有人说这一块死的吗 哎 当然不是了 哲敏皇贵妃啊 雍正年就死了 死的年呢 是雍正十三年 接下来呢 就是慧贤皇贵妃 这慧贤皇贵妃高家是啊 死于乾隆十年 孝贤皇后呢 是死于乾隆十三年 只不过呢 这会儿的帝宫啊 还没有建好 所以说呀 到乾隆十七年的时候 尊化皇陵 胜水于帝宫 俊宫以后 才把这三位娘娘 一块奉安到了帝宫当中 接下来的 就是 书家皇贵妃了 乾隆二十年 这书家皇贵妃 轰事 哎 有人就说了 那么这书家皇贵妃 轰事以后 就不能把他葬在 这个上手的锤位上吗 经过分析啊 我觉得不能 在这个书家皇贵妃入葬帝宫之前 这帝宫当中除了乾隆皇帝的主位 留给后妃的 还有三个位置 也就是啊 这乾隆皇帝 西侧 这个后妃的二号位置 还有呢 就是两个锤位上的位置 当时啊 谁会奉安到乾隆皇帝 西侧的位置上啊 没人知道 因为那会儿的 那拉氏皇后啊 还在当红 和这乾隆皇帝两口子啊 秘里调游 还是恩爱的时候 如果这那拉氏皇后啊 能够顺顺利利的 把这个皇后做到底 那么呀 乾隆皇帝西侧 下手位置上啊 肯定就是那拉氏皇后的葬位 即便呀 这季后所生下的皇子 他不是储君 这个葬位也变不了 因为这是祖宗家法 这是规制 哎 您要问为什么呀 不用我回答您 您看呀 这是一张警灵的葬位图 您一看啊 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雍正皇帝的亲额念 孝公仁皇后 并没葬在呀 这康熙老佛爷的身边 而是葬在了 北侧官床 最西的一个葬位上 所以说的 没有意外的话呀 这乾隆皇帝的 西侧葬位 就应该是这季后那拉氏 而这个令仪皇贵妃 后来的孝义皇后啊 就应该葬在 这个上手锤位上 东侧官床的葬位上 这谁都想的呀 是不会出意外 可是这意外呀 它偏偏就来了 季后那拉氏断发 打破了乾隆皇帝 所有的安排 哎 您要知道后事如何呀 咱们明天接着讲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 留言区评论呢 咱们一块掰吃掰吃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